嘉明的首秘蔡議員 詞喻盡話 上一次我們講 馬斯他的 studies 說的歷史唯義主義的基本觀點 那麼在前面我們都講了他的理論 就是說一個人馬斯講了 關於歷史的前提問題 关于人的活动和历史规律的问题 还有就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同时我们也讲了他的国家和阶级斗争的学说 那么马克思所有的这样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对理论的说明 都是和他的方法认的变革相关的 都是和他方法认的变革相关的 因为这个哲学 一种哲学的这样一个变革 他总是和一定的方法认是连在一起的 就是只有这个方法认的创新才能 也就是说他的整个的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 那么才会带来他的哲学理论的一个创新 哲学理论创新 所以我们在讲了他的这个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后 我们看看马克思他用了什么方法 他用了什么方法 也就是贯倡于他整个研究当中的 他用的哪些基本方法 这个基本方法呢 我们把它开括一下 就是为三个方法 一个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也就是逻辑和现实的关系问题 第二个呢 是他的哲学史的方法 哲学史的分析方法 那么第三个呢 是阶级斗争的方法 阶级斗争方法 下面我们看一看 就是说这三个方法 我们为什么把这三个方法 叫做历史主义的方法 把马克思的这三个方法 统称为历史主义的方法 我们说马克思在这个创立 唯物辩证法的时候啊 他始终把自己的方法认呢 称为辩证法 称为辩证法 但是呢 马克思也同时说 他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 是完全不同的 是完全 或者说 是根本相区别的 就是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呢 马克思说 他是一种观念的辩证法 观念的辩证法 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呢 他不是逻辑的 诗变的 而是历史的 现实的 而是历史的 现实的 这就是说呢 马克思的辩证法 本质上是历史主义的方法 或者说 历史主义 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 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 所以呢 我们为了把这个 马克思的辩证法 和黑格尔的辩证法 区别开来 同时呢 又强调 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特点 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特点 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 历史主义的方法 历史主义的方法 其实马克思在讲辩证法的时候 他也反复强调 就是说辩证法是彻底的 是彻底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不 就是说他是彻底的发展的 是反对啊 任何的这个 禁止的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这样一个观点呢 实际上什么 如果马克思辩证法 贯彻到底 就是一个绝对的历史主义 就是绝对的历史主义 所以呢 这个 我们在这儿呢 就是为了更好地表述 这个马克思的历史主义 这个辩证法的一个特点 我们把它称之为 历史主义的方法 历史主义方法 那么这个历史主义方法 我们刚才也讲了 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般于个别 哲学史的方法 还有这是阶级斗争的方法 那么在这三个方法上呢 我们首先呢 讲一下一般于个别的关系问题 一般于个别的关系问题 在哲学史上 一般于个别的关系问题 就是逻辑于现实的关系问题 逻辑于现实的关系问题 一般呢 它是逻辑的抽象的存在 个别是现实的具体的存在 这是 那么这个 一般和个别或者说逻辑的抽象的存在 和现实的具体的存在 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也就是说 是一般决定个别 还是个别决定一般呢 这个问题在实质上呢 是要解答 究竟是逻辑抽象的东西 决定现实的具体的东西 还是现实的具体的东西 决定逻辑的抽象的东西 对这个问题的 这个不同解答呢 它代表了在存在和思维关系上的 不同观点 也代表了哲学方法论的不同立场 在马克思看来呢 他认为啊 对于这个问题呢 他说这个 要解答 就是说是具体的 现实的具体的东西 决定逻辑的东西啊 是一个更重要的方面 更重要的方面 那么 为什么说这个问题是更重要的方面啊 他说因为呢 他说那个 思辨哲学 他在认证思维 决定存在的观点 恰恰是通过构造 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结构实现的 所以 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在哲学当中 不是一个具体的思维方式 思维的道路问题 而是一个思维的结构问题 思维的结构问题 他决定着一定的 哲学的研究对象 和续续方法的问题 这个问题啊 他其实呢 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哲学史上看 这个问题其实包含了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哲学思维的一个转向的问题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个别和一般的问题 我们讲可以用辨证法把它讲过去 但是在哲学史上呢 这个问题它有很多种 它有很多种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呢 马克思在这儿提的是一个 逻辑的抽象的东西 和具体的现实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逻辑的抽象的东西 它是一般 具体的和现实的东西是个别 那么这个发展呢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 他提出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看一看这个方法认识实质 就是说不仅马克思 后来列宁也反复强调这个问题 反复强调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 其实不是马克思在提这个问题 而是整个就是说这个西方哲学 也就是当时的这个哲学 都在提这个问题 正是通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突破了这个近代哲学的这样一个研究范式 就是近代哲学的特点是什么 它是一种理性的哲学 这个理性的哲学啊 它强调这个哲学啊 它是从演义开始的 就是我一定要找到一个 确定的这个逻辑的起点 然后从这个起点当中呢 演化出所有的这样一个哲学的命题 哲学的命题是吧 比方说笛卡尔 他说我是故我在 那么他就要找一个什么呢 一个自我 然后找了自我 以这个自我为这个研究的起点 然后呢 把他这个所有的命题从这个自我里面演绎出来 那么实际上黑格尔也是走着这一条路 他找到一个绝对精神 然后演化到一个绝对知识 就是说他也是这样一个演化的过程 那么这样一个方法呢 它叫做什么呢 演绎的方法 这是一种演绎的方法 那么这样一种演绎的方法呢 实际上它是一种什么 纯逻辑的 这个方法它本身呢 对逻辑的东西进行了研究 对逻辑的东西进行了研究 那么和这个方法相对的 和这样一个方法相对的呢 是什么方法呢 就强调啊 它是一种经验的方法 这个经验的方法呢 就是说它强调什么 这个哲学的思维啊 应该是一种非逻辑的 不是通过演绎出来了 而是通过什么 在现实当中 通过面向现实啊 来研究的 如果从抽象的看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是一种演绎法 和经验分析方法的一种对立 但是如果我们再细分下去 就说我们仅仅讲这个 对于这个演绎方法和经验方法 我们也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 比方说在这个近代哲学史上 培根代表了一个经验的方法 这个笛卡尔代表了一个逻辑的演绎方法 所以我们通常说 英国传统 英国的这个经验主义的传统 和这个大陆的演绎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逻辑的这样一个传统 这是都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 但是这样一个哲学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很大的变化 就是马克思在说 这个我们下面要讲的 就是说 他说十七世纪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十八世纪的法国文物主义啊 是对抗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 就是说什么呢 他是用这个经验的方法 反对这个演绎的方法 但是十八世纪的这个哲学 也不是简单的用经验的方法 那么研究生活实践当中的一般 也就是说探讨他的理性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看到了 方法论上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分野 出现一个重大的分野 按照这个如果是在纯粹的逻辑的 和抽象的这个演绎的方法里面 他是什么 他是和科学思维相联系的 是吧 如果我们仅仅在这儿的话 这是科学思维 如果我们从认识认上的角度 来理解这个演绎法和经验法的对立 比方说培根和这个 培根的经验方法和笛卡尔的演绎 那么我们也还是用的是科学思维 科学思维 但是如果我们再强调这个方法是具体和现实 而具体和现实不是一般科学的史实和材料 而是指责人们的生活和实践 要探讨这样一个个别当中的理性和一般的时候 就说我不是从科学里面 一种科学的抽象思维 自然科学的思维里面去体验出一个一般 而是要什么 把握人的生活实践的理性 理性 是不是就从科学理性进到了历史理性 是吧 就从科学理性进到了历史理性 所以实际上这儿讲的理性 就不再是自然科学的理性了 而是对人类理性 自身理性的一个探讨 自身理性的探讨 所以从这个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 整个哲学发生了一个转向 在思维方式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向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方法认 讲一般和个别逻辑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不能仅仅从平面上来看 而是要从这个哲学 这个方法提出 在当时认真的实质上来看 那么这一个问题的提出呢 这是十八世纪实现了这样一种转向 那么这种转向呢 可以说呢 维科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他提出了就是 就是说这个人们的这个民政的世界 是人们创造的 所以呢 他应该到民政世界里面去寻找 所以他认为不能从自然科学方法 不能像迪卡尔那样 去推出人类世界 就从这个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理论里面 推出人类世界的理性 而是要发现自己的理性 这一点呢 对马克思的这个思想的影响可以很大 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在提出历史主义方法 提出个别和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的时候 他所要讲的什么 这个人类的历史理性是如何可能的 或者说 人类要开发自身的历史规律是如何可能的 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他认为呢 我不能从科学的思维方式 不能从这个逻辑的抽象的一般来探讨 而应该说什么 应该从具体的现实的东西来探讨 其实在这个和马克思几乎是同时的 那么在新康德主义那儿 就是19世纪的中叶 新康德主义那儿也提出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强调就说 人文科学的方法是个别化的方法 这个个别化呢 他说这个自然科学的方法呢 是普遍化一般化的方法 就是他是用一个单一的标准 而这个人文科学的方法呢 刚好是强调个别 强调个别 从个别当中啊 揭示出他的这个个别后面的理性 也就是说你的理性不是从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单一的思维来的 而是从这个人们的生活实践来的 是提炼生活实践的理性 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人类生活 它是给什么 人类生活一个外在的标准 因为它不是人类生活本身 它是用一个外在的标准 而这个生活实践的这样一个观点呢 刚好是一个内在的尺度 他要找到这个历史本身的内在尺度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我们在上一堂课讲的 马克思讲历史的起点 他为什么要强调 这个历史的前提 是一些经验的个人 是不是我们讲了这个观点呢 是吧 为什么要讲经验的个人 为什么要从这个前提开始 从这个前提开始探讨人的活动 然后揭示人的规律 是吧 这是我们讲的 然后从这个人类的规律里面 规律里面它提出什么 这个规律不仅仅是民族的规律 它是世界历史 所以它提出这个世界的 这样一个规律问题 然后提到这个世界规律的 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的 这样一个国家和阶级的问题 所以我们顺着它的思路来看 我们现在在讲它方法问题 在马克思提出 个别和一般方法问题 我们要理解它提出 这个问题的背景 和它要说明问题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 和它创立的这个历史维吾主义的提法 它是一致的 它是一致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们要看到 所以马克思就说 这样一个个别和一般的关系 它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思维方法 思维道路问题 而且是一种思维结构 是一种思维结构 它决定着一定哲学的 研究对象和叙述方法 就是你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你的方法是什么 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马克思我们知道这个神圣家属 神圣家属是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系统的批判 是一个系统的批判 当时恩格斯也跟马克思说 我们现在要写一本书 就是说你赶快把你的这个政治经济学的那个书完成 你总是对这个你自己写的政治经济学的书不满意 但是呢它比现在其他的书还好 还好一些 所以你赶快脱稿吧 我们要写一本书呢 要明确地删明我们的观点 和这个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兄弟的 这样一些观点的一个决裂 就是表明我们自己的观点 当时马克思的这个政治学的书 一直都没写出来啊 一直到他自己这个写成资本论 那么资本论呢 也只是一个第一卷 而他的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呢 都是以手稿的形式存留下来的 所以马克思对自己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严谨 他的科学态度啊 那个研究态度是非常的严谨的 但是他还是把这个放下来 写了这个神圣家属 所以在神圣家属当中呢 马克思就以思辨哲学啊 以一般为出发点 就是他着重对思辨哲学的 这样一个批判 认为他们所有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 把个别当作一般的表现形式 所以把个别只是当作什么呢 当作一种这个 你这个为了说明一般的 而不是把个别当作真正的出发点 当作真正出发点 就说所以呢 他们只是把一般 作为哲学的全部内容 作为全部内容 以为哲学的全部任务 就是要叙述一般的运动 一般的运动 所以马克思在这样一种 这个哲学当中 也就是说 在演绎的逻辑的 这样一个哲学当中 那么人们呢 只能看到逻辑的东西 而没有看到 不能看到现实的和历史的东西 那么马克思以这个 一般的果实和具体的梨 苹果等等为例 来说明了这个思辨哲学的 这样一个秘密 这样一个秘密 他就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本来 我们说我们有没有一个 看不看得到一个水果 我们肯定是看不到的 所有的水果都存在于什么呢 具体的梨 苹果 桃子 这样一些这个具体的 具体的这样一个 果类的这样一个东西当中 然后那个水果 是我们把它从里面 开过出来的 就是把这一类的东西 可以说它是一个类概念 来开过为水果 那么马克思就说 他说这个思辨结构的 它的全部的秘密呢 就是把现实中的果实中 把这个从现实的果实当中 抽象出一般的果实 当作本质实体 而把现实的千差万别的梨 苹果 扁桃等等 当作虚幻的非本质的果实 所以苹果梨和一般的果实 之间的关系就呈现为什么呢 马克思就描述了这个状况 他说一个普通人说 苹果和梨存在着这时候 他并不认为自己说出了什么特殊的东西 但是如果哲学家用思辨的俗语 说出这些存在的东西 那他就说出了不平凡的东西 他完成了一个奇迹 他从一般果实 这个非现实的理智的本质 套出了现实的自然的食物 苹果 梨等等 就是说他从他自己的抽象的理智 及他以为在他身外的一种绝对主体 在我们的例子中 就是一般果实中创造出这些果实 每当思辨哲学家宣布 这些果 这些或那些实物存在时 他就是进行了一次创造 显而易见 思辨哲学家 之所以能完成这种不断的创造 只是因为他把苹果梨等东西中 为大家所知道的 实际上是有目共睹的属性 当做他自己发现的规定 因为他把现实事物的名称 加在只有抽象的理智 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上 及加在抽象的理智的公式上 最后因为他把自己从苹果的观念 转移到离的观念 这种他本能的活动 说成一般果实 这个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 他说这种办法 用思辨的话来说 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 了解为内部过程 了解为绝对的能格 这种了解方式 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 所以这样他就说出了 这个黑格尔的哲学的 全部方法认的一个缺陷 就是他是从抽象的果实 就是从一个抽象的一般当中 去演绎现实 而不是从现实当中 去解释个别中的理性 个别中的理性 所以我们说这个不仅仅是一个 好像是黑格尔讲一般 我们就讲现实 一个简单的颠倒问题 而是存在一个重大的方法论转向 就说你这样一个思维 究竟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思维 还是一个历史主义的 转向一个历史理性的 对一个历史理性的一个发现问题 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呢 由于这个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在思辨当中啊 具有这样一种思维结构的性质 所以马克思在认述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的时候啊 他不是简单的说 我把被思辨哲学颠倒的关系再颠倒过来 就是说我强调现实是哲学的思维根据就完了 而是什么 要进一步探讨 现实何以成为哲学思维的基本根据 那么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它包含两层意识 它包含两层意识 一个呢 就说哲学要走进现实 走进历史 就说你哲学的研究对象啊 它不是为了揭示这样一个抽象概念 说什么东西是什么 不是要是把这个东西的性质说出来 而是要对现成世界进行研究和批判 进行研究和批判 那么这样一个当中呢 也就是说 要通过研究这个和批判现实当中 来发展和建立着逻辑思维 建立自己的逻辑思维 研究现实也就是什么 研究生活和实践 通过研究和现实践来建立自己的理性 这个理性是不是不是自然科学的理性 它的研究对象是不是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 我的对象不再是研究外部世界 不再是研究外部世界 我研究外部的物理世界 化学世界 那么它是一种科学的 我现在强调什么 我研究现成世界 就是研究人们的生活世界本身 也就是什么 走进人们的历史 走进人们的历史 所以它研究的 是不是一个研究对象 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 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一个 马上说颠倒现实 如果你不去理解的话 你不会知道它里面发生什么变化 但是我们去理解 从这样一个当中 它首先强调现实 也就是说它要求啊 这个哲学的必须从个别出发 并且不是从个别走向逻辑的一般 而是从个别走向能得感性世界 我从个别走向的是什么呢 能得感性世界 就是要发现这个感性世界 存在者的共同的东西 规律的东西 也要发现这个世界中 不同事物之间存在者的差别 那么这个是确定了什么 马克思哲学的全部的研究对象 就它的研究对象 不是外部世界 不是一个和人无关的外部世界 而是研究人的世界本身 研究人的世界本身 研究历史理性 这就是马克思的哲学 为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为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